在街头大喊支持乌克兰 这样的场景在美国各城市发酵 从东岸的纽约到西岸的洛杉矶 都看得到美国民众声援的身影 在美国的乌克兰人 含泪加入示威行列 在街头局标语呼吁停止战争 也有人急着帮乌克兰找后援 帮乌克兰募集需要的物资 必要时给予最大的协助 这样的声音不只出现在美国而已 广场前大合唱 德国布伦登堡民众跟乐团 合开音乐会力挺乌克兰 临近的法国 原本全黄的巴黎铁塔 也变成乌克兰国旗的蓝黄色 海峡另一端的英国 伦敦也有反战示威 甚至有在英国的俄罗斯人声明 力挺乌克兰 英国民众更是相当气愤 就怕乌克兰撑不下去 民众自发性上街声援 也出现在西班牙的马德里 希腊更有上千人在俄罗斯大使馆前抗议 欧洲乐团盛事 欧洲歌唱大赛 也宣布禁止俄罗斯参赛 反战声浪 在全世界遍地开花 TVBS新闻李国正伟佳琪 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